最近的战友们好啊 今天是2018年4月26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 这个 这几天啊 从重庆公安局 催风会 过去之后 文贵现在一下子忙了 全世界的各个媒体 以及各个政府都在问这件事 中国的网上点击率 我超过习近平主席了 Google的点击率 我也超过习近平主席了 你说这重庆公安局啊 重庆公安啊 我得感谢你们了啊 你们辛苦了 替文贵做那么大的广告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啊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他们剪辑的 我和陈氏两位兄弟 所谓的通话 在我把百分之百的录音 给推出去以后 事情完全变了味了 这50多家媒体都在找我 而且我要这个所有的证据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特别开心 这个他没有把陈氏兄弟弄出以前啊 我这手机都删了 最后他这个重庆 吹风会以后 我马上拿着手机 到了相关政府门要求恢复 结果一恢复啊 哎呦我才发现 iMessage What's up 全都恢复过来了 这一恢复过来 我就做了法律认证 一认证 太有意思了啊 我慢慢的往前推 慢慢的往前推 让重庆市公安局啊 搞的什么李庄案的过去啊 还有什么文强被死啊 还有什么王立军啊 重庆公安就出杂水 就出假案的地方 我要好好让大家在世界看他们怎么造假案的啊 然后这些证据呢 全恢复了 上天给我们的力量 然后呢 这个我在我的推特上 这个官媒体上推出了这个 用语音做的视频之后 哎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个西方的媒体啊 觉得受到了侮辱 受到了利用 那么接下来大家会看到很多好戏 大家看到了 刚刚的那个Free Bacon 已经已经给爆出来了 而且 我登的那个声明当中 说到的 是由美国执法机构 认证的文件是真的 我是经过了美国政府执法机构的认可后 才发那个声明的 我相信啊 不会很长时间 美国的执法部门对此也会做出一个 声明和行动出来 大家慢慢看 大家是相信美国的制法机构呢 还是相信重庆警察呢 还相信王立军部下呢 还是薄熙来部下呢 另外一个我再次要感谢 咱们的战友们给我发来的关于 微信和阿里巴巴的有关信息 我们要的是就是阿里巴巴卖假货 阿里巴巴收集大信息 所有这个战友的信息 阿里巴巴在贵州的大数据 还有一个就是微信 随意的关闭战友和未有 然后呢包括我的好几个都给他关了啊 收集这些战友和未有的信息 大家有这证据再继续给我发 我这个两个美国推动的听证会 至关重要 极为重要 我们要让帮助盗国贼 来伤害法治民主自由 欺负这些草坑的人得到严惩 严惩 还有这个我非常的感谢 很多战友们 给我发来最近新的信息 新的信息很有意思 大家看到了陈世良兄弟 我给他们开好了账号 准备了五千万美元 大家记住了吧 重庆公安局的招待会上 第一 没说专员是谁 第二 他没说那个卷宗是要的谁卷宗 陈世兄弟 第三 陈世兄弟认识我是2017年5月份 郭文贵是2015年9月份申请的证辟 所以不存在那个搞证辟的事情 还有陈世兄弟 这个所说的在加拿大 因为孩子有自闭症 需要治疗 谎言 加拿大的孩子治病和上学都是免费的 更重要的 大家要看到的事情 陈世良兄弟是加拿大籍 是怎么从这个加拿大回到中国去的 给抓起来的 然后就电视认罪的 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看到一个核心 文贵 为什么要给他五千万美元 为什么 所有的战友们 看看公安上和中国在盗国贼公布的所有文贵的信息 哪一个人文贵说要给钱的我没给 都是超过的我承诺的给的钱 文贵没有欠一个战友给我提供信息的钱 也没有让一个人少拿钱 这就是郭文贵 慢慢你们会知道 文贵花了多少钱 过去一年花了多少钱 现在那些伟类们 骗子党们 什么伟类的民主民运们 站出来说说呀 文贵给没给钱呢 那么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了 西方媒体也很关注 未来我也会公布 我也会公布 所以说 这个这是为啥说上天给我们的一个大礼物呢 通过重庆公安局先出手 让他先出手 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从来如此 让对方把手出完 招拳出完 兔子打拳 啪啪啪啪 什么舌拳虎拳 什么这个盗机掌 兔子灯 全用完 然后该我出手了 这多好啊 他都说完了 搞了57家国际媒体搞的 他想退也退翻不了了 这就是我给战友说的 文贵发动的这场爆料革命 就是让敌人 要出手 让敌人 让他们的傲慢 让他们的恐惧 成为我们的武器 文贵从开始爆料就这么说 现在还是这么说 另外一个 接下来文贵将有一系列的行动 大家也别忘了啊 杨洁篪部长的 3P的料 还有王岐山同志小视频 傅振华先生的家人在海外的资产 孙力军在海外的资产 现在的常委 现在的常委 还有刘承杰的爹 刘承杰的那个妈 咱都慢慢来 大家记住我说的话 让敌人把招出完 我不能说 你想在这个西香格里了 是不是 在1998年 还有这个 200年之间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当年 这个抓别人的时候 抓到了歌星 一个男歌星 超牛的歌星现在啊 现在也是 那也是中国 还前几名的 和另外人 被抓了 在西香格里拉酒店 抓了以后 这个女的现在可了不得了 这个男歌星现在也了不得了 但是 这事情它并没有 在地球上消失 大家慢慢来 中南坑里的人知道我想说啥 当事人知道我想说啥 他们怕的是啥 不要着急 现在整个国际环境 是什么 看看南美 看看非洲 凡是今天 反中国盗国贼的 反乌托邦的 所有的竞选者 全部当选 亚美尼亚 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识思考的问题 亚美尼亚事情发生 竟然没有一个伪类们 这样子来说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件 他们只关心那点钱 那点饭 那点骗 那点募捐 这些流氓骗子 悲剧 但你看看 亚美尼亚事情 值得我们生死 亚美尼亚事情是真正的个腐败丑闻 走乌托邦主义 走独裁 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它对我们反盗国贼 有根本性的一个实际借鉴的意义 就是我们要和盗国贼的斗争 要又说真话 办真事 为什么文贵今天那么高兴 为什么头老天一开警察会我那么高兴 因为 郭文贵是真的是打铁还须置身硬 我没犯过罪 我不造假 我不说谎 因为他们干什么都是造假 都是说谎 他都是犯罪 所以 他行动一步就是给我送来大礼 中国 在这几个月突然间 中央电视台 全中国的媒体 为文贵做了那么大的广告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从郭媒体的平台后面发现了三千多个 这个木马软件来弄文贵的 实际上我们的观众量多少 大家心知肚明 访问率是多少 是论议十几亿次 十几亿次 我不在乎那个数字 我只在乎事实 这就是你们给我做广告的结果 太感谢了 所以 今天盗国贼的恐惧 就是我们的武器 战友们给我送来的信息 也是我的巨大武器 谢谢你们 然后接下来 咱慢慢往前走 还是那句话 审仙阳库险拿险 说了算不算 咱是 拿试的砍 用整体说了算 谢谢 亲爱的战友们